春雨要来了 目前专家预估在星期三 这个春雨就要来报道 那么根据天气风险公司总经理彭启明 他就说前面几波的封面呢 在南部几乎是没有进账的 预估在星期三星期四 是中南部最有机会的一波 那么看看这几天天气变化 可以看到今天呢 其实各地都是蛮干燥 蛮舒服的好天气 而到了明天呢 其实东半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 可是可以看到星期三星期四 看得都是水蓝蓝的一片 那可以知道呢是现在呢 在星期三星期四 对于南部的水库来说 是有可能会解渴的 那专家就分析说 在星期三之后呢 会出现一个西南风的环境 而且封面靠近 会变成是个天气最不稳定的情况 中南部要注意的 就是有可能会有雷雨 甚至有比较大的雨势 到了星期四雨势是最大的 可以看到星期四 几乎是全台湾 都有可能会有降雨的部分 到了星期五 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的水气影响 而到星期六 北部东半部地区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还是有可能会降雨的 不过大家很关心的 就是这个中南部 要解除这个缺水危机 恐怕要等到梅雨季才有可能 而梅雨季大部分呢 是落在五月跟六月 但实际的时间点 除了专家学者之外 其实呢 南部的居民也非常的关心 希望可以尽快解除百年大汗 想要追踪更多的新闻资讯 欢迎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加入TVBS App 让你天气的路况 甚至乐透开讲消息不漏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